哈!抢!先!爆! 您怎么看这起案件? 好,其实这个案子,老实讲一句,它毁的是四个家庭。 大家没有想过,这后面的心理附件跟生理附件是多么的漫长跟痛苦。 我说实话,其实这个案子已经破坏了整个我们对于恐怖情人, 应该有的,就是说你原先师长教育我们的,社会安全机制教育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不要落单,不要在非公开场合跟你的恐怖情人见面。 其实谢信同学他都做到了,然而还是避免不了悲剧。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很深刻的问题。 因为在台大校园嘛,旁边还有同学,另外还有女性保全,对不对? 对,是不是颠覆了我们以前的认知,认为说我今天是以退为进,我也愿意跟你见面。 我已经做到这么让步了。 其实大家不知道,谢同学他在一个月前,他的让步也很大。 他在9月16日的时候,其实他就因为被,就是这个胸弦。 张同学,他的脖子因为这样受伤送医。 到了医院,社工非常警觉。 他说你们两位都是男性,你们两位是伴侣关系。 他已经弄伤你了,依据我们的经验,我建议你申请保护令。 那,谢同学当时没有这样的申请。 他不愿意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反而更会在激怒他的伴侣,也就是张同学。 所以他放弃申请保护令。 其实保护令在某种程度上面,虽然他只能够防君子,而不能够防小人。 但是,这是一种观念。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般的认知上面,都是离异的夫妻,他们可能才会用到保护令。 因为是恐怖老公,或是恐怖情人。 可是在我们一般的社会上面的观念,是认为说,这个东西好像是没有用的。 事实上,如果说他当时申请的保护令,对于这一件事情可能在心理上有些嚇阻作用。 所以我的感觉是非常,觉得很可惜。 因为其实当时,而且听说我们可能还不晓得, 事实上,在申请,就是申不申请保护令的同时,社工依据他的经验。 连他的父母都请来了,也就是双方的父母其实是有来见面的。 都来见面了,然后,当时张同学也已经come down,他缓和了。 他也愿意来谈,就是说,他也愿意不要用这么激烈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因为他已经弄伤了对方了,那下一步将会做出什么不理系的举动出来呢?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还是有一线曙光跟一丝的机会可以挽回的。 那这次他在10月19号的晚上,他们在相约在女言一的宿舍前面谈谈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在旁边。 可是,可是,我觉得这个谢同学犯了一个最大的忌讳就是, 你如果跟对方你的伴侣谈不好的话, 你不能用言语刺激他。 那最重要的导火线我问的警方就说,他最后讲了一句话, 报纸上写的也都没有错,他就说, 没有办法再谈了,他不是台大的, 撵他出去。 那其实说句话,这才是最重要。 就是说,你不跟我谈了吗? 你现在把我当成是外人,要把我撵出去, 要把我赶出去,不要谈了。 回过头来,我们说他请他, 就是说他到学校里面,他是台课大的学生, 跑到台大去跟他谈。 那他也让他进来谈了,只是谈不好, 他要让他走,竟然是用撵他出去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恐怖情人, 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跑了30年的新闻, 我们看过太多这样子的案例了。 光琴,你相信我,就是因为一句话, 只为了一句话, 那可能会整个态度,整个都大变。 就是说,这个是华冠得志于警方的一个, 关键性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所以,所谓,你刚称呼这个, 张庆同学是恐怖情人, 就是代表他的情绪已经高度不稳定了。 那这时候要避免再度刺激他的谈话, 这是一个,我们看到一个片段。 不过,如果站在谢庆同学的这个立场, 可能很难处理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譬如说,你刚讲家长出来, 然后他又在台大校园,旁边还有人, 那保全也受伤了。 那我们如果按照这个张庆同学, 他所采取的手法, 其实是相当激进的。 很多人拿这个, 过去清华大学那起网水案, 来类比,你认为可以类比吗? 你帮我们描述一下, 这个张庆同学, 在警方的侦办当中, 还有什么样的细节? 哦,就是说其实在, 就是张同学, 他因为老实讲, 警方已经知道说, 以前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当时警方必须在社工的, 就是社会的安全系统里面, 他是要通报警方的。 那警方其实也有到现场, 当时因为发生这样子的案子的时候, 他也问说, 张同学, 谢同学, 也是被害的谢同学, 你要不要申请保护理, 你要不要提告。 上次警方有出面了。 警方也都到场, 因为派出所还是要派人来的嘛。 那可是问题是, 谢同学他认为说, 他们都是成年人的, 自己可以处理。 事实上他是处理不了的。 你今天到了最后发展成这个局面, 你要知道张同学, 他在行凶前, 他还曾经在脸书上面说, 这个世界不会这么黑暗的, 难道一定要用这种方法解决吗? 结果他的情绪是相反的。 你知道, 他自己告诉自己, 人都会死, 不要自找, 他自己这样写。 结果反而他变成了一个行凶者。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你绝对不能是用, 他不能用量化, 也不能理性化。 他是没有办法用这个, 我们社会上有教育我们这些规范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警方的一些谈判专家, 也说得很好, 他说, 你唯一要避免像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 大概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 一种方法, 也就是在, 就是在言谈之中, 尽量安抚对方, 不给对方任何答案, 不给答案。 也就是说我不给你任何的承诺, 我也不否定你讲的话, 但是你要立刻消失, 这是最好的方法。 华干, 在这个流栓, 它是泼流栓嘛, 这个取得方面有人探讨, 这个会不会是圆木求鱼啊? 就我们探讨这个取得的问题, 对不对?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随便举一个案例, 工业用硫酸要拿到, 真的是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你知道吗? 因为像比如说, 我们在2008年, 发生在新竹的一个临时工, 他被他的工头, 伙同另外几个工人一起杀害的案件, 用了54瓶工业用硫酸。 然后呢, 就算是54瓶工业用硫酸, 也不能把一个人整个完全腐蚀掉。 其实老实讲一句, 这是一个很容易取得的东西。 我们在相关的法律跟规定上面是, 你没有办法去, 比如说家庭用硫酸跟工业用硫酸, 这个取得其实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要知道现场, 你知道吗? 在现场发生这个案子的时候, 当时地上楼下来的被烧焦, 因为工业用硫酸, 他所烧焦的衣服跟血液组织黏在一起, 他遗留下来的颜色是很恐怖的, 深咖啡色, 也就是褶红色。 你可以看到那个现场, 你会觉得说, 那个不是用正常的, 就是说你的逻辑去分析, 你不能想像你自己眼镜里面, 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心理受伤害的程度那是最高。 一个案子毁了四个家庭, 大家要晓得, 谢同学全身50%的灼伤, 修律性灼伤, 那比巴仙陈爆的受害者还要严重。 为什么? 这是硫酸, 这不是烧伤, 它是连同烧伤, 加上皮肤组织的损害, 软骨组织的摧毁, 那不能复原。 所以, 我们今天在看这些案子的时候, 我们心里的难受跟痛苦, 那个保全, 女保全, 她是一个25k的派遣工, 她得不到台大任何的赔偿, 她只有, 连社会的支持系统, 也不能够帮她什么, 能够说我们有, 是不是能够募款给她。 所以, 光秦, 我今天说, 说句实在话, 在赫止面上, 也就是说, 我们在, 掀起预防犯罪的这个面上, 说实话, 像这种强栓杀人事件, 你是很难去遏止的, 可是在感情上, 为什么通常常会, 会有人要用像这样子的东西呢? 嗯, 这会让我们觉得说, 非常的难过, 很难受。 嗯, 我想, 我想, 我们, 我们希望就是各位听众, 看了这个新闻之后, 要深深再去警惕自己说, 对你自己子弟的教育在外的行为, 双方父母都已经知道了, 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知道闹得不可开交了, 嗯, 父母还是束手。 是, 其实, 因为实验关系, 刚刚华盖已经帮我们做非常周全的, 这样的一个评论, 其实我们寄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 而且谢欣同学还在抢救当中, 希望能够重拾他的这个人生, 那方方面面的, 其实大家常常是老生常谈,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件发生之后, 那因为实验关系就跟黄盖连线了, 谢谢你接着我们连线,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